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内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植资源库 保存着来自国内外的大量野生植物种子 是目前亚洲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野生植物种植库 被称为生物物种的诺亚方舟 近日记者走进该种植资源库了解到 该地保藏能力达国际领先水平 十余年来对中国重要野生生物种植资源 进行了抢救性保护 现在全世界有植物学家 他们估计现在植物灭绝的速度 比我们想象中的高得多 在过去的大概300多年的时间 已经有500种植物已经完全地灭绝掉了 已经完全地在野外灭绝了 所以有很多的植物 其实我们还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它就消失掉了 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记者了解到 由科研人员从各地采集到的种子经过处理后 会保藏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冷库中 在这里正常的种子平均可存放100-200年 还有活力 在保存期间 每10年工作人员会对种子进行活力检测 截止到2019年12月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植资源库 共收集保存植物种子 植物理体材料 植物DNA 动物细胞系 微生物菌株等各类种子资源 23,546种 共248,593份 其中野生植物种子 10,285种 共82,746份 占中国种子植物物种总数的35.2% 我们可以说在非常小的空间里面 我们就保存了很多很多 几万份的植物的种子 而且这些每一粒种子 将来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植株 重新的繁衍 重新的茂盛起来 除保存本国的种植资源外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植资源库 还帮助英国等国保存了他们的本土物种 发挥着国际种子互相备存的功能 下一步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 能够把这些资源用起来 把它用活 把这个我们说 我们把这些资源把它盘活 真正地让这个资源能够为我们所用 造福我们的社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